前任回来后,成了我领导,总是黑着脸。 我跟小男生说句话,他就瞪我,可他喝醉后,却哭着求我。 到底怎样才肯跟我复合? KTV里面黑漆麻乌的,我去的时候,那群同事正玩得嗨。 玩游戏的时候,我特别倒霉,总是被抽中。 他们问的问题也特别没有底线,其中一个人冲我几眉弄眼,问我前任的事情。 那群人暧昧地笑着,我硬着头皮说还行。 他们又追问更没节操的问题。 我满脸通红,同事果然不是人。 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 我岔开话题,他们继续玩,没再纠结我的问题。 突然,角落里有个人站起来,沉着脸走了出去。 那修长的背影,华晨辉我都认识。 不是我前任,还能是谁。 这,他怎么在这? 靠,我刚才说了什么,我低头喝酒,假装没看到。 幸好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被他们吭着喝了不少,找个借口出来,打电话让闺蜜接我。 你人在哪呢?快来接我,我结束了。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 谁呀? 陈燕。 陈燕是谁? 就是那个我初恋。 你不是说你初恋死了吗? 哎呀,你什么时候这么信我了? 赶紧来接我吧。 我现在没空啊,被一只小奶狗缠上了,你打车回家吧。 我报销。 你什么时候养狗了? 到时候再跟你说。 他挂断电话的时候,我听到那边传来一声不满的姐姐。 我准备打车,扭头看到我那个死了的初恋。 他一脸阴沉地盯着我,可能是听到我讲电话了。 毕竟,我开得阔音。 救命,我僵硬在原地,犹豫着要不要打个招呼。 有个女孩走过来,自然地挽着她,笑得很俏皮。 燕哥,我那边结束了,走吧。 他见陈燕不动,又看了看最近的我。 疑惑,怎么?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他淡淡地收回目光,带着那个女生走了。 我心头色了一下,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也好,免得尴尬。 陈燕是高中时候插班来我们学校的。 长得好,成绩好,家境好。 俗称三好学生。 我当时成绩总是平平无奇,因为一对一同桌辅导的原因跟他凑在了一起。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 高中毕业后在一起,大一分的手,我提的。 因为我跟他之间隔得不是河,是海。 回到家里,闺蜜居然在,他拉着我八卦。 唐思雨你个大骗子,不是一直称自己前任没了吗? 今天什么情况? 哎,都过去了。 我不自然地摸了摸头发,想到今天的重逢场景,他估计更讨厌我了。 耐不住他逼问,我简单说了一下。 他一脸吃瓜表情,呦呦呦,这是要旧情复燃啊。 胡说什么呢?他有女朋友了。 那你说,他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回到我们这个小城市做什么? 我哪知道,我才不会以为他是为了我。 当时分手的时候,他给过我两次机会,我都无情拒绝了。 面对我尖锐的话语,他气恨地说再也不想看到我。 之后,真的没再见过。 我还没问你呢,你那小奶狗怎么回事,还有你脖子上的痕迹? 嗯,我挑眉,让他从始朝来。 闺蜜开始跟我打哈哈,一脸神秘,哎呀,我才不会谈恋爱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你还是先看好自己吧。 我冷笑,这女人迟早得栽。 第二天,我知道陈燕为什么会在同事聚会上了。 她是我们老板的学弟,被引荐过来做项目经理的。 陈燕学的计算机,在校期间获得过不少奖,在这里属实驱才了。 不过可能也有别的原因,比如那个现任。 我就是个普通的人士专员,想来之后打交道也不多。 中午吃饭我习惯最后走,因为不想跟别人挤电梯。 结果我的高跟鞋卡在了电梯缝里,怎么都拔不出来。 该死,今天还穿得恨天高。 在我窘迫地脱下鞋,用力拔的时候,一个人来到我身边。 我不用抬头,看着那双名贵的皮鞋都知道,是陈燕。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去了另一部电梯。 我松了一口气,真的很害怕她看我笑话。 结果等她拿了外卖上来,我鞋跟还没拔出来。 啊,谁来救救我,等会同事回来了,我岂不是要射死。 我像个乌龟一样缩在那里,若若开口,那个,陈经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一下? 不能,很干脆的两个字。 我窘迫地低头,脸都憋红了,低声嘟囊,至于吗? 不就是甩了你吗?见死不救,她冷笑一声,不是你说以后再见面就当作陌生人吗? 我无言以对。 行吧,自食其果就是我。 她真无情地走了。 我叹气,准备打电话给同事求助。 突然,一双裸色平底鞋摆在我面前。 陈彦默不作声地弯腰帮我把鞋拔出来,鞋根已经断了。 谢谢。 不用谢我,我是怕你妨碍别人乘电梯。 她像是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个淡漠的同桌。 我看着脚上的平底鞋,还挺舒服的。 应该是她准备送给女朋友的吧。 我一边吃饭,一边搜鞋子的吊牌。 三千块,我叹气,半个月工资没了。 下班的时候,等人都走了,我拿着现金给她。 谢谢你给我的鞋,是这么多钱吧? 她冷漠地看着我,不动。 难道专柜还更贵一点? 我琢磨着自己的鱼盒,心在滴血。 我不收现金。 她掏出手机,摆出二维码。 不是收款,是家好友的二维码。 见我犹豫,她还特地补充,反正以后同事之间也会有联系。 好,就这样,我跟陈彦重新回到了彼此好友列表上。 以同事的身份。 晚上回去,我小心翼翼点开她的头像。 她朋友圈除了发几本编程的书,什么也没有。 我试图从她的ID、头像、个性签名上找到一点她女朋友的蛛丝马迹。 结果一无所获。 好吧,反正她跟我谈恋爱那会,也没有高调秀恩爱, 也算是仪式同仁了。 我准备退出来,不小心拍了拍她头像。 她很快回了个问号,我尴尬地角抠床单。 集中生智,我把钱转给她了。 我,三千块,够了吧。 过了一会,她把钱收了,一个字都没回我。 好吧,都十点了,应该再陪女朋友吧。 我心口莫名发堵,关了手机准备睡觉。 梦里,回到了高中时代。 晨晏高中时候又冷漠又呆板, 说是给我辅导作业,结果我太笨, 导致她常常讲好几遍后一脸无语地看着我。 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是智障。 不过谁让她好看呢,看我像什么我都乐意。 那时候,不管是同班的不同班的, 高年级还是低年级, 没人不青睐晨晏这个年级第一。 我当然也不例外。 在我坚持给她带早餐,带零食,送药送水之下, 她终于肯给我多讲几遍题了。 渐渐地,她好像没那么不耐烦了, 还开始叫我名字,而不是那个谁。 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盛行写留言册。 我写了封信给她,里面暗藏少女的心思。 我在悄悄期待她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 然后,她来了,将一抽屉礼物和信件扔进了垃圾桶, 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塞进抽屉, 开始对高考答案。 我闷着气,收拾东西没跟她讲话。 老师说着,考完贺词, 她悄悄推过来一个精美的礼盒。 上面的卡片写着, 唐思雨,毕业快乐。 打开是个珍珠发卡,还挺有眼光。 我心头一动,决定不跟她生气了。 她期待地盯着我,那我的呢? 我忘了,她收回目光, 默默翻书对答案。 我偷笑,拽了拽她的衣角,她不理。 我写了个纸条丢给她, 送你的东西,已经被你扔了。 下午,就是谢试验。 我和朋友冲出去骑车, 突然想起毕业留言策望拿了。 回教室的时候, 看见金贵的陈同学正在垃圾桶掏东西。 她找到一份脏兮兮的褐色信封, 认出了我的字。 我们四目相对, 她耳根红了起来, 有些东西不言而喻。 等我醒来的时候, 枕头上有点湿热。 之前我们原本约定好 一起考北城的大学, 结果我不争气, 没考上, 留在了这个小城市。 而我跟她的异地恋也并不顺利。 我出门上班, 打开手机, 没有任何一条来自她的信息。 我不以为然, 觉得今天的鸡蛋灌饼好像不好吃了。 公司里新招了几个程序员。 有个男生面试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眼熟, 今天来报到的时候, 对我极其热情。 于姐姐, 给你带的奶茶。 男生叫蔡阳, 长得很高, 我抬头才能跟他对视。 谢谢, 你的宫位在那边。 好, 以后请多指教。 蔡阳笑嘻嘻地朝着位置走去。 刚毕业的大学生, 果真是朝气蓬勃。 快下班的时候, 蔡阳凑过来。 于姐姐, 等会要不要一起吃饭。 我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她红着耳朵, 欲言又止。 突然, 一个文件家敲了敲她的脑袋。 程序写得一团糟, 全是bug, 还有心情在这里闲聊。 蔡阳看着目光沉沉的陈彦, 顿时粘了, 好像很怕她。 经理, 我都改了四遍了, 已经继续去改, 不改完, 不准回家。 蔡阳苦着脸, 滚回工位去了。 陈彦走的时候, 好像瞪了我一眼。 我招谁惹谁了? 今天任务有点多, 下班的时候, 天已经暗了。 我走进电梯, 陈彦正好也下班。 电梯里, 一阵沉默。 那个, 项目组不是还要加班吗? 我试图缓和气氛, 以后说不定还会工作交接, 不能老这么僵着。 是他们要加班, 不是我。 行行行, 您是领导, 您说了算。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今天学聪明了, 穿的平底鞋。 这么晚了, 我送你吧。 她手里的车钥匙特亮眼, 不用了, 我打车就行, 挺近的。 拒绝得这么快, 怕我吃了你。 她悠悠地瞥了我一眼, 我有点发慌。 没有, 也对, 在你眼里, 我那方面不太行。 算账来了? 好尴尬, 我那天明明说得还行, 我硬着头皮, 想说点什么, 缓解一下气氛。 其实, 我那天说的不是你, 我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前任。 我冲她笑了笑, 她眼神更沉了, 周围的气压都低了几度, 怎么看着更生气了? 电梯到了, 我如获新生, 立刻冲出去。 陈燕一把抓住我, 唐思雨, 谈谈吧。 谈, 我才不要, 我真的很怕面对她, 面对过去。 她拉着我不放, 我们僵持不下。 一阵铃声解救了我, 是我妈打来的, 我看了她一眼, 走到很远低声接起, 那边立刻传来尖锐的声音, 怎么才接电话呀? 死丫头, 这个月怎么没打钱过来? 妈, 我还没发工资呢? 我瞥了一眼不远处的身影, 声音低得不能再低, 唯恐她发现我的窘迫。 没发工资就没钱了。 你每天把钱用到哪去了? 我就说, 别让你去那么远上班, 在镇上当个公务员多好啊, 铁饭碗。 我叹气, 又来了。 妈, 我上个月不是给你打过钱了吗? 每个月我都会把一半工资给他, 还不够。 那点钱够做什么? 你弟弟马上就要高考了, 不得吃点好的补补。 买辅导资料, 报班什么的, 不都是钱? 妈, 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 我一直往家里打钱, 到现在一点存款都没有。 你一个女孩子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到时候找个有钱男人嫁了, 还愁没钱。 你看看隔壁牢里的女儿, 嫁得多好, 现在在家只需要带孩子。 我垂下眼眸, 突然觉得很累。 怎么不说话? 别以为你不说话就能混过去。 你知道我一个人带大你们两个 有多不容易吗? 你爸死得早, 就那点工伤补贴, 我为你们操劳几十年, 落下一身病。 你现在长大了, 还不知道往家里补贴, 你让我怎么活呀? 一点都不知道孝顺, 养你有什么用? 这些话, 我早就听了很多遍, 可每次还是觉得很窒息。 要不是大学可以贷款读书, 她估计会强烈要求我找个工厂上班。 我看到门口走进来一个女孩, 蹦蹦跳跳走到陈燕面前, 笑得无忧无虑。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打钱的。 挂电话的时候, 那边的人在催她打牌, 女孩凑上去拽着陈燕的袖子, 燕哥, 你怎么才下班呢? 不是说好了今天去你家吃饭吗? 你不会忘了吧? 陈燕微微一笑, 没忘。 女孩看到我走过来, 一脸疑惑, 哎, 你不是那天KTV门口那个小姐姐吗? 你好, 我勉强弯起嘴角, 那个,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唐思雨, 她在背后叫我, 我走得更快了。 我回去算了算卡里的钱, 只留下生活费, 打了两千给家里。 有一次我生病, 忘了打钱, 母亲以为我是故意的, 闹到了我公司门口。 我不想让那种难堪再次上演。 深夜, 陈燕发来消息, 陈燕跑那么快做什么, 有空一起吃个饭? 我, 什么时候都没空。 陈燕就这么想跟我形同陌路。 我没回了, 不知道她到底要跟我谈什么, 都有女朋友的人了。 我跟她也没什么好叙旧的。 上班的时候, 我开始刻意躲开陈燕, 我真的很害怕尴尬。 菜阳中午请我吃饭, 悄咪咪地跟我说, 她早就认识我了。 你是莉莉姐的闺蜜, 她跟我提起过你。 邹丽, 我看她红蜜害羽的样子, 瞬间明白了。 难怪呀, 无事献殷勤。 雨姐姐, 我想追她, 你帮帮我吧。 你们一直住在一起, 应该很了解她吧。 可以呀, 终于有人能治一治那个女人了。 太好了, 雨姐姐, 你这粥的奶茶我包了。 她兴奋地一笑, 将盘子里的鸡腿推给我。 一道冷声突然插过来, 介意拼个桌吗? 我看着陈燕, 敏唇, 不介意, 反正我们已经吃完了。 我冲菜阳眨眼, 带着不明所以的她跑了。 身后, 目光灼热, 下班的时候, 我在电梯口等菜阳, 她说买了邹丽喜欢的甜品, 要跟我一起回去。 可先过来的居然是陈燕。 唐思雨, 现在有空了吗? 没空, 我正好顺路送你一程吧。 不用了。 她咬了咬牙, 侧脸弧度紧绷,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说话。 我沉默着, 答案显而易见。 蔡阳气喘吁吁地冲过来, 与姐姐, 我来了。 哎, 那个程序太复杂了, 耽搁了, 不好意思。 走吧。 我拽着蔡阳走进电梯, 陈燕一脸冷漠地盯着我们。 电梯里, 三个人, 很尴尬。 你们去准备去哪儿? 陈燕忍不住开口, 蔡阳见我不吱声, 主动回答, 哦, 我有事拜托于姐姐, 准备送她回家。 陈燕轻笑一声, 回家。 你们才认识几天, 就这么亲密了。 其实, 我之前就认识于姐姐了, 但是她不知道。 哦, 陈燕眉头一动, 她盯着我的眼神, 像是要劈了我。 这人什么意思? 都前任了, 还占有欲这么强? 不至于吧。 我今天上班一整天都不在状态, 肚子很痛, 好像立架要来了。 我打开抽屉, 发现生姜红糖水喝完了。 哎, 忙得忘记买了。 下班之后, 我整个人漂浮着往外走。 突然, 一只手揽住我。 想什么呢? 都快撞墙了。 我回过神, 刚才竟想着买红糖水, 买卫生棉了。 陈燕摸到我冰冷的手, 拧眉拉着我去地下车库。 我没力气, 这次没挣脱。 车内, 他拿出一袋红糖浆茶, 还有热水。 我看着他, 眼底发热。 你怎么还记得, 以前我来立架, 他也是经常带着这些? 我倒是想了。 他语气冷冷的, 没好气地将杯子塞给我。 住哪儿,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休息一下就行了, 坐地铁很快的。 怎么, 随便让一个认识几天的人 送你回去就可以, 我就不行。 又来算账了。 我摸了摸杯盐, 又热意度了过来。 陈燕, 你都有女朋友了, 我们应该保持距离。 那我们要保持多远呢? 他突然凑近过来。 这样够不够? 他的呼吸洒在我侧脸上, 周围萦绕着他的气息, 我脸都发热了。 陈燕,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渣了? 呵, 我还可以更渣。 你再不告诉我地址, 我就亲你了。 他又凑近几分, 我立刻开口, 无杀接南院小区。 他垂眸, 帮我系好安全带, 启动引擎。 一阵轰鸣声中, 清淡的声音飘来。 唐思雨, 我没有女朋友, 那是我表妹。 我攥紧杯子, 嘴里残留着红糖的余味。 浩田, 我可不像你, 有那么多前任。 半个小时后, 车停在了南院小区门口。 终于可以结束这怪异的气氛了。 谢谢你送我。 我想打开车门, 发现车门被锁住了。 哎, 我阳入虎口了。 陈燕妈撒了一下方向盘, 熄火。 现在有空谈谈了吧? 你想跟我说什么? 陈燕侧头盯着我, 毫不拖沓, 我就是想知道, 你当时为什么要分手? 怎么开始翻旧账了? 我之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不喜欢你了, 也不喜欢异地恋。 那我们现在不是异地了。 至于, 你不喜欢我, 你的眼神可不是这么说的。 陈燕突然凑近我, 黑眸死死地盯着我, 像是要看穿我似的。 我紧张地捏着包包带子, 心头的老鹿不争气地乱撞。 我, 我什么眼神? 你看错了吧? 而且眼神是会骗人的, 我现在可不喜欢你这款。 是吗? 那你脸红什么? 我车里太闷了。 你快放我下去, 我肚子不舒服。 我拧眉, 脸色很差, 是真的不舒服。 她的手指敲打方向盘, 五秒后, 叹气。 我送你进去吧。 不行, 这不合适。 你, 你还是快走吧, 这里不能停车太久。 陈燕盯了我几秒, 似乎是看我真的难受, 按下了解锁按钮。 我冲出车门, 如是重负。 唐思雨, 下次再聊。 没有下次了。 等车开走后, 我没有走进南苑小区。 那不是我家, 我家在南苑小区后面的 旧居民楼里, 附近连接着菜市场和商贩街, 环境不是很好。 没办法, 我和闺蜜那点可怜的工资, 只能租得起那里的房子了。 我爬楼梯的时候, 忍不住想起陈燕的表情。 难不成她还喜欢我? 不会吧, 她身边不缺优秀的女生, 不至于对我耿耿于怀。 可能是初恋情节, 也可能只是想从上一段失败的恋情中 吸取教训。 我气喘吁吁地爬到七楼, 脑袋清醒了不少。 四处掉皮的墙壁上 有别人画的涂鸦, 放弃幻想, 认清现实。 隔日我去公司, 桌上不知道是谁 放了一盒红糖酱茶。 我眼睛一亮, 忍不住往陈燕的办公室看去, 她正在低头看资料。 这是什么意思? 真要跟我复合。 一上午, 我的心都有些不安宁, 工作都心不在焉的。 我忍不住了, 给她发消息, 谢谢。 我, 谢谢你送我的红糖酱茶, 以后不用再带了, 现在我们保持普通同事关系就好。 她没再回我。 我妈撒着红糖酱茶的盒子, 忍不住叹气。 中午, 菜阳兴高采烈地冲过来。 与姐姐, 一起去吃饭吧, 我有个消费券还没用呢。 好啊, 那个, 就是, 我最近在学做饭, 你能告诉我, 莉莉姐平时喜欢吃什么吗? 我看她一脸羞难, 自然是不会拒绝。 诶, 于姐姐, 红糖水你还没喝吗? 这是我之前给莉莉姐买的时候, 买一送衣的, 正好昨天看你不舒服, 送你一盒, 你过会看看好不好喝。 啊, 你, 你送的? 我一愣, 完了, 是我自作多情了。 怎么了? 于姐姐,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 菜阳凑近瞅着我, 似乎想伸手摸我的额头。 菜阳, 晨燕突然在她身后, 声音低沉。 怎么了? 晨经理? 我代码已经改完了, 真的? 紧张什么? 今天我请你吃午饭, 走吧。 晨燕冲她微微一笑。 啊? 菜阳一脸诧异。 我尴尬得不知道看哪, 只能假装自己还在忙。 晨燕瞥了我一眼, 去等电梯了。 于姐姐, 我觉得陈经理笑得好可怕呀。 菜阳以为是自己带马又出了问题, 心情忐忑地跟了过去。 索性这件事也没什么后续, 因为公司项目组最近开始忙起来了, 经常熬夜加班。 前台有个小姑娘喜欢晨燕, 明目张胆地公开示好, 经常陪她加班, 帮她们点外卖之类的。 我很羡慕她的果敢。 之前跟她打过几次交道, 她是个富二代, 在家太无聊, 出来工作打发一下时间, 性格特别纯良。 有时候她犯错了, 会有人主动帮她背锅, 当然她也会礼貌地回礼对方一份奢侈品。 又到了愉快地下班时候, 我背着包站在电梯的最里面, 前面的两个做运营的小姑娘开始聊天。 下周项目组终于要结束了, 我要睡个两天两夜。 哈哈哈哈, 对了, 陈经理说到时候请我们吃饭的。 啊, 那正好啊, 我听说陈经理快过生日了, 苏静静还给她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呢。 啊, 那个白富美呀, 不知道会是多贵的礼物呢, 不过陈经理好像也很有钱, 她们郎才女貌还挺配的, 到时候积累点做梦的素材吧。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晚上找个软点的枕头。 我靠着电梯内壁, 胸口闷闷的, 心脏似乎也随着不断下降的数字沉了下去。 我当然记得陈彦的生日, 最记忆犹新的一次是大一的时候。 我为了买一对很好看的袖扣, 拼命坐兼职攒钱。 为了省钱, 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绿皮火车。 北城大学很好看, 是省重点。 陈彦的朋友们在酒店包厢里为她举办生日会, 我去的时候, 她很高兴。 那时候, 她也是北城大学的风云人物, 不少女孩子青睐她。 在场有个女生似乎暗恋她, 看我的眼神很不爽。 我送礼物的时候, 其他人目光有些奇怪, 接着我才知道, 我和那个女生买的礼物撞了。 可两对袖扣摆在一起, 明眼人都能看出我的那款比较劣质。 我一时间僵在那儿, 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彦的朋友们都很好, 帮我打圆场。 嫂子, 你是不是被代购骗了? 以后可得擦亮眼睛。 是啊是啊, 现在网上东西真假参半。 那个女生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陈彦在旁边说, 只要是我送的都很喜欢, 我只能勉强维持笑容。 只有我自己清楚, 我压根连这是什么牌子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是商店里的高仿, 我怎么可能有钱找代购。 我看着柜子上堆满的精致礼品, 突然意识到我跟陈彦的差距。 当然, 这不是我决定分手的原因。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 迟早可以追上她的步伐。 只可惜, 造化弄人。 有一次我生病, 没有接到陈彦的电话。 她急急忙忙地飞到怡城来找我, 担心我出事。 她给我买药买粥, 在医院守了我一晚上, 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我那时候感动得一塌糊涂, 却不知道她第二天有编程比赛。 之后, 他们的队伍获得了第二名, 北城大学校论坛炸了。 楼一, 真无语, 我们学校还是头一次编程得第二, 不是天才少年吗? 不是第一名考进来的吗? 楼二, 什么天才, 她迷妹给的称号罢了。 除了长得好看, 还有什么的? 楼三, 就是就是, 咱们学校已第一名考进来的多了, 她算第几啊? 算是看清楚了, 中看不中用。 我没办法跟他们解释, 她是因为没休息好, 所以不在状态。 我关掉手机, 整个人如坠冰窖, 原来是我在拖累她。 既然一段感情让我们都很累, 不如结束这段关系。 项目组的软件发布成功了, 暂时可以休息一下。 晚上陈燕发来消息, 明晚我请大家吃饭, 记得来。 还加了个笑脸的表情包, 应该是群发吧, 毕竟她以前都不用表情包的。 我没有理会, 反正那么多同事, 够热闹了。 第二天我尽量让自己忙起来, 不去想别的。 我下班很早, 回到家里开始做家务, 顺便做了顿喜欢的晚饭。 吃饭的时候, 我没忍住, 打开手机想看看她的生日会。 结果看到她发来一个问号, 可能是疑惑我, 为什么没去? 我没理, 朋友圈都是女同事发的图片, 庆祝领导生日。 图片上, 苏静静捧着高定黑天鹅蛋糕 面对陈燕, 笑得很灿烂。 陈燕侧着脸, 好像也挺开心的。 生日快乐。 前男友, 我自言自语, 然后将手机锁平, 继续吃饭。 好奇怪, 我明明放了糖, 可做出来的番茄炒蛋还是很酸。 晚上十一点, 周历还没回来。 我反正睡不着, 起来去外面买点啤酒, 想压住心头的烦躁。 我穿着拖鞋, 拎着三罐啤酒, 还有一罐在手里边喝边走。 喝了一大半, 心里好像没那么闷了。 路过南院小区门口,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那里。 我不确定地凑上去。 陈燕? 他抬头, 衣领他垮着, 眼里带着红血丝, 俊秀的脸多了一丝颓废感。 这家伙身上的酒味比我的重很多。 唐思雨, 你个骗子。 嗓音暗哑, 带着些许委屈, 来找我的。 我一时语色, 插开话题,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家在哪? 为什么要这么避开我? 他摇晃着站起来, 红着眼瞪我。 不是的, 我不自然地撩了一下头发, 避重就轻, 你还好吧, 手机呢? 还是我帮你叫辆车回去。 我打开手机, 突然一下子被他拉住手腕。 他力道很大, 目光里的不满, 快要溢出来了。 姑娘, 这是你老公啊? 是不是喝多了找错地方了? 刚才硬是要我查一个人的住址, 我不说, 还赖着不走。 南院小区的门卫大叔走出来, 笑着将刚才的情况叙述了一下。 我脸有些发热, 连忙摇头, 不是, 他就是我, 我朋友。 门卫大叔仿佛看透了什么, 笑了笑, 行了行了行了, 小两口别闹别扭了, 赶紧回去吧, 别挡到。 陈彦突然腿脚不稳, 倒在我身上, 怎么也不松手。 我尴尬地冲着门卫大叔笑了笑, 拖着人到一旁, 你喝多了吧? 快起来, 我给你拦个车回去。 我不回去,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哪来那么多问题? 我想拿手机叫车, 被他死死按住。 别闹了, 陈彦。 唐思雨, 带我回家, 好好说几句话, 很难吗? 我现在头晕想吐, 手机也没电了, 他哽咽着, 像个被人抛在路边的大行犬。 南院小区来往的人, 投来奇怪的目光, 我低着头, 终究还是心软。 我扶着他往家里走, 他故意施力在我肩膀上, 耳旁全是他的呼吸声。 你能不能好好走路? 今天为什么不来? 哦, 那个, 我家里有事就没去。 他瞥了一眼我拎着的袋子, 冷笑, 你的事就是跟别人一起喝酒。 不是, 我自己喝。 我嘟囔着, 又刻意补了一句, 我晚上看剧无聊, 就喜欢喝点。 他轻哼一声, 不知道信了没。 陈燕跟我一起上楼, 门声问, 之前蔡阳送你回家做什么了? 没做什么呀, 就是借我家厨房做了顿晚饭。 你还让他进你家门了? 对啊。 陈燕瞪着我, 按着我的脖子, 那力道哪里像是个喝醉的人。 我打开门, 立刻去给他倒柠檬蜂蜜水。 他站在门口, 宁眉盯着鞋架上的男士拖鞋。 蔡阳穿过的。 不是, 家里不用换拖鞋, 弄男士东西, 是为了防止坏人知道两个女生同居会有危险。 陈燕点头, 换上那双鞋, 自然地走到沙发上, 活像是家里的主人。 喝吧, 手机呢, 拿来我帮你充电, 你等会休息好了, 我就送你下去。 我将水杯放在他面前。 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怪吓人的。 唐思雨, 你很讨厌我吗?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让你不满, 你可以告诉我。 嗯, 不是你的问题呀, 我今天没去, 是觉得没必要, 反正人挺多的。 没必要? 他喃喃着, 垂下眼眸,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 也是觉得没必要跟我在一起了。 又来了。 我, 我室友还没回来,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准备去阳台, 被他拉住, 一把按在沙发上。 四目相对, 我都能从他的黑眸中看到慌乱的自己。 松手, 我拧眉, 拧不过他。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非要分手? 他死死地盯住我。 我不是解释过很多次了吗? 你怎么老是要纠结? 我都说了, 不喜欢你了, 不想跟你在一起, 就是这么简单。 撒谎。 他目光透着执着, 不喜欢我, 为什么平均每个月访问我的社交软件十六次? 我哪有, 我故作镇定。 你以为你换个D我就认不出你了? 你忘了我学什么专业的? 我的手指忍不住发抖, 像是不情不愿被人抓住了小辫子。 要我把你的ID, 访问时间, 访问时长, 全都打印给你吗? 是, 我是看了, 我就是想看看前任过得怎么样, 这又不能说明什么, 你别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 喝, 唐思雨, 几年不见, 你真是越来越嘴硬了, 关你什么事。 我还没倔强到底, 就被他堵住嘴巴。 酒味袭来, 混合着他的气息, 遍布周身每寸空气。 呜呜, 放, 开, 沉厌的手轻微妈撒我的后背, 掌心灼热的温度传来。 但是, 他没有伸进我衣服里。 突然门口传来开锁的声音, 还有两个人的对话声。 邹厉, 别贴着我, 松手, 门都打不开了。 蔡阳, 姐姐我头疼, 邹厉, 活该, 下次别他妈叫我去接你, 一身酒味。 门被打开了, 玄关处一阵亮呛声。 邹厉, 别咬我脖子, 疼, 鼠狗的马女。 诶, 灯怎么是亮的? 蔡阳, 姐姐, 你都不抱我, 我瞪大眼睛, 连忙使劲推开沉厌。 我惊慌失措, 回头就撞见邹厉和蔡阳两个人腻歪的画面。 蔡阳挂在邹厉身上, 冲我们傻笑。 诶, 鱼姐姐, 陈经理, 你们也在啊, 难怪今天经理急着早点结束, 邹厉看我红红的嘴唇, 陈燕衣衫不整的样子, 立刻明白了, 闭嘴巴你, 给我进来。 她拉着菜羊去卧室, 姐姐, 轻点。 我面红耳赤地轻了轻嗓子, 正色对陈燕解释, 平时室友不会随便带男人回家的, 今天肯定有什么原因。 她一脸轻松, 靠在沙发上, 已经看明白了。 原来蔡阳的目的是邹厉, 唐思雨, 我们继续。 啊, 不太好吧, 我室友都回来了, 我攥紧衣服边角, 还没从刚才的劲儿缓冲过来。 她忍不住笑出声, 我是说刚才的问题。 哦, 我的脸更热了。 我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 分手的真正原因? 反正不是你的原因, 你要知道这个做什么? 我的想法很简单,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我一脸纳闷, 这是什么理工男老回路? 我时常在想, 当初我要是早点找到我们之间的问题就好了, 那样是不是就不会浪费好几年。 她端起杯子, 喝了一口柠檬蜂蜜水, 色中带甜。 我看着她, 我看着她忍不住红了眼, 怎么会有人为了我这么执着? 唐思雨, 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 希望跟你复合。 你觉得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她看着我, 眼睛发亮。 陈燕走了, 她的问题我没回答, 她说给我时间考虑。 我承认, 我很心动, 可是我还有家里的一些事情没有解决。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我决定按照她的思路, 请假回家一趟。 正好弟弟高考完了, 我买了她喜欢的键盘带回去。 夏季阳光毒辣, 热得我满头是汗。 门须掩着, 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我就要选电竞专业, 除了她我对别的都不感兴趣。 你是我儿子, 你就得听我的, 要不然我一分钱都不会供你去读那个破专业。 孙梅尖锐的声音传来, 令我都感觉窒息。 你以为你能管我多久, 大不了我自己去赚钱, 用不着你出钱。 翅膀硬了, 出息了是吗? 好, 有本事你就报, 我有的是办法, 混账东西。 哼, 你要是敢偷偷改我志愿, 我会恨你一辈子。 当初你这么对姐, 难道现在还想这么对我?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 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 我要不是你妈, 谁把你辛辛苦苦拉扯大, 不省心的玩意。 后面的话, 我已经听不清了, 她改了我志愿, 就我不知道。 顿时, 我头脑恍惚, 眼前发懵。 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城大学中文系, 这个学校一直很热门, 我以为是因为我分数刚好采线, 所以被刷。 没想到, 我推门而入, 里面的两个人一愣, 姐, 唐哲, 唐哲捏如着, 声音发抖。 我瞪着孙美, 被压抖许久的情绪, 但还是耿着脖子吼了回来。 造反了是吧, 一个两个的,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们好, 要不是我改了你的专业, 你能留在本地上学, 还找离家这么近的工作。 你以为谁稀罕这些,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捏紧拳头, 就差没冲上去干架了。 你想要的能有家人重要, 不是好歹的死丫头。 再说了, 谁让你把密码设得那么简单, 要不然我能那么轻易就改了。 孙美说话声音拔高, 故意遮掩内里的怯弱。 行, 什么都是你有礼。 你要是真的为我好, 就该尊重我的意见。 我将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上, 发出一阵闷响。 你想干嘛, 唐思雨你活腻了是不是, 居然冲我发脾气。 我这么多年, 闭嘴。 我激动地打断她, 红着眼眶, 胸腔像是要炸开一般。 吼什么? 谁给你的胆子? 你个白眼狼, 不知道感恩就算了, 还来跟我叫板。 孙美理直气壮地瞪着我, 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站在那里, 握紧地手颤抖着, 仿若置身冰窖。 我明白, 我是永远都不可能跟她讲通道理的。 妈, 我真的很爱你, 也很爱这个家, 可是你总是让我很难过。 好, 既然你非要那么做, 那就别怪我无情。 从现在开始, 我要先爱我自己。 你, 你什么意思, 就因为一个破志愿, 你就要跟我决裂? 孙美显然难以置信, 又开始那一套倒苦水, 见我无动于衷, 转而又威胁我, 要闹到我公司去。 到时候, 全公司都知道, 你这个没良心地抛弃家人, 看你到时候, 有什么脸面继续待下去。 随便你。 我冷冷地甩下一句话, 转头就走。 姐,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就别跟妈吵架了。 唐哲弱弱地说着, 盯着桌上的键盘, 眼底挂着惭愧。 这么多年, 从我身上剥削的一切 都是为了她, 我也从未埋怨过。 而她, 在知道我志愿被改的时候, 选择沉默。 她也是帮凶。 我冷眼看着她,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让她走, 这个不孝女, 出了这个门, 就别想回来。 孙美美好气地吼道, 眼睛恨不得翻到天上去。 如你所愿, 以后, 你们别想对我指手画脚。 我冷声丢下一句话, 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一道门猛地关上, 隔绝开分道扬镳的人。 阳光灿烂, 火热的光线将马路尽头变得扭曲。 今天本来打算和母亲谈谈前的问题, 让她体谅我一下, 顺便帮小哲选择学校。 看来都不必了。 等我冷静下来, 下定决心要给陈燕一个回复。 如果当初我们在一个学校, 后来的这几年, 说不定就不同了。 拨通电话, 一颗心砰砰跳。 我想告诉她今天的事情。 还有, 我好想她。 电话通了, 我立刻开口。 陈燕, 我今天, 不好意思, 她还没睡醒, 你有什么事情吗? 是苏静静的声音。 一腔热沉, 瞬间被交得七零八落。 喂, 是思雨姐吧? 我刚才接太极, 没看清来电人, 有事要我帮你转达吗? 我张了张口, 想问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可是, 我现在有什么资格过问? 没有, 就是工作上的问题, 明天上班我再问吧, 打扰你们了。 我气馁地挂了电话, 继续往前走, 后脚跟被鞋子磨破了都没发现。 本来坚定的一颗心, 又忍不住开始动摇。 晚上的时候, 陈燕给我发了消息, 但是我没回。 我像个缩头乌龟, 上班也是躲着她。 不过, 她好像没再紧逼我, 可能是没空理会我了。 苏静静总是去她办公室, 大家都看在眼里, 觉得这是必然。 门当户对, 自古如此。 我去拿外卖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他们在茶水间的对话。 陈燕, 上次晚会多亏了你母亲帮我解围, 这是我托人从国外带的丝巾, 听说阿姨很喜欢这个牌子, 替我谢谢她。 恰到好处的礼貌, 让人拒绝不了。 谢谢, 我会替你转交。 阿姨人真的特别好, 还约我去你家喝下午茶, 那个我真的能去吗? 隔着一层墙, 我都能想象到她纯良的表情。 或许带有一些小心机, 但是让人讨厌不起来。 随你, 陈燕没有明确拒绝。 真的吗? 会不会打扰到你家人, 要不你告诉我一下他们的喜好, 我害怕采雷。 我没再继续听了, 拿了外卖回到公位上。 看得出来, 她母亲很喜欢苏静静。 苏静静每句话 都是以她母亲为切入点, 轻而易举地打入了内部。 我看着她心情愉悦地走出来, 看来是弹得不错。 突然, 陈燕敲了敲我的桌子, 晚上一起吃饭, 我有事。 我低着头, 又开始当乌龟。 她仿佛没听到我的话, 直接丢下一句话。 我已经订了餐厅, 下午等你。 我知道, 她肯定是来问我回复。 要是当面讲, 说不定我会在她的紧逼下, 节节退败。 我在下班前两分钟, 给她发了消息。 不必复合, 我们不合适。 她这时候正在开小组会, 也不能出来找我。 我溜之大吉, 坐在便利店里吃关东煮, 开始思考人生。 后续的日子, 我该为自己而活了。 准备离开的时候, 外面下起了雨。 我郁闷地坐在店里发呆。 突然, 窗外有个人冲我挥了挥手, 隔着玻璃, 笑容满面。 是蒋琛, 前公司同事, 之前很关照我。 没想到过来出差, 能在这里碰到你。 好久不见了, 你还之前的那家公司吗? 我在城市里除了邹丽, 没有太要好的朋友, 能遇到熟人, 也挺开心的。 对啊, 过几天可能会调过来附近的分公司。 啊, 那太好了, 我公司就在附近, 以后可以继续约饭了。 对了, 好不容易碰到,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他举着伞, 我们两个站在门口。 不了, 我要回家了, 下次吧, 等你调过来的时候。 也行。 我们两个来到路边等车, 下雨天, 不太好打车。 他害怕我被雨淋到, 往我这边挪了挪, 散倾斜过来。 蒋针说他升职了, 聊起了近况。 突然, 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 车窗摇下, 陈燕冷着脸看我们。 好巧, 要不要送你们一程。 他打量着蒋针, 目光里透着不爽。 不用了, 我们打车就可以了。 我善善一笑, 没想到他现在才下班。 蒋针也冲他礼貌一笑, 看着手机对我到, 车到了, 我们走吧。 我点头, 离开的时候, 听到陈燕淡淡的声音。 这就是你拒绝我的理由。 我低着头, 没应。 上了车, 蒋针看我脸色不好, 也没多问。 看着窗户上的雨珠 一个个落下, 我心情也随之下跌。 之后, 陈燕没再找我, 倒是和苏静静走得很近。 应该是换目标了吧, 毕竟苏静静率真又活泼, 是我的话, 我也会选他。 下班的时候, 苏静静跟着我一起等电梯。 思雨姐, 听说你跟陈经理之前是笑有烟, 你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吗? 我想多了解他一下。 看着他期待的目光, 我并不想提及过去。 不好意思, 我跟他不熟。 我淡淡一笑, 走进电梯的时候, 看到不远处的陈燕, 脸色阴沉。 苏静静看到他, 上去打招呼, 电梯也不坐了。 我立刻按下关门键, 如是重负。 今天蒋晨约我一起吃饭, 就在附近的火锅店。 他深事地帮我挪椅子, 将菜单递给我。 正在纠结哪个锅底, 余光贴见熟人走了进来。 陈燕跟苏静静恰好坐在隔壁桌, 苏静静开心地点了中辣锅, 她神色平平。 奇怪, 她明明不能吃辣, 看来是真的很在乎她吧。 思雨, 选好了吗? 蒋晨问道, 给我倒了一杯苦桥茶。 旁边的陈燕看了我一眼, 我继续看菜单。 嗯, 我要番茄汤底。 我简单地点了一些菜, 然后跟蒋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或者说, 我的注意力忍不住在隔壁桌。 苏静静像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总是能够跟她聊起来。 如果不是对她感兴趣, 陈燕是不会有耐心听别人叙道的。 我喝了一口苦桥茶, 喉咙发色。 思雨, 我正好开车了, 一会送你回家吧, 这会下班高峰期, 估计不好打车。 蒋晨礼貌地问我, 将最后一块虾滑捞起来, 放我碗里。 我明明可以选择坐地铁, 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答应了她的邀请。 回去的路上, 很多红灯, 蒋晨不急不慢地等着。 刚才那个男人, 是不是你前男友? 他突然问道, 我像是被上课点名的学生, 心头一跳。 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的呀, 有这么明显吗? 我不解。 蒋晨笑得意味深长, 不语。 到了我家楼下, 我向他道谢。 但是安全带卡住了, 解不开。 这个卡扣有点难弄, 我来吧。 他伸手过来, 轻松地解开了。 我抬头, 突然发现他离我很近, 准备躲开, 却被他按住肩膀。 别动。 你想干嘛? 我突然紧张起来。 我想帮你呀, 我感觉, 你跟那个前男友还有戏。 他抬手帮我把头发拨到耳后, 冲我笑了笑。 我不理解。 等我下了车, 看清大门口站的人, 顿时明白了。 晨晨目光阴致地盯着我, 有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蒋晨开车走了, 我站在那里, 像根木头。 约会完了? 他语气很不好, 我不怎么想理他。 我想上楼, 却被他堵在楼梯口, 他猛地拽住我。 唐思雨, 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用不着你管。 我都不知道 他哪来的底气教训我, 挣扎着, 被他抵在墙上。 你就算不愿意跟我和好, 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我急什么了? 那个男人他有女朋友, 你别被他骗了。 你这个笨蛋。 我愣了一下, 我倒是不知道蒋晨的私事, 但我知道他对我可没别的意思。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放手。 我推开他, 他都跟苏静静开始接触了, 就不必管我了吧。 陈燕盯着我, 眼眶有些发红。 你真喜欢他? 我还没说话, 他突然紧紧地抱住我。 为什么我越来越猜不透你在想什么了? 到底怎样你才肯跟我和好? 我究竟哪里不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说, 我到底该怎么做? 他声音压压地, 传进耳窝, 直击我的心脏。 我没法回答。 本来就不是他的问题, 他却还在一味反省。 梁九, 在我的沉默中, 他像是被抽干了力气, 渐渐地松开我。 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我的视线也模糊起来。 我之后也收到过孙梅的电话, 他威胁我打钱, 要不然就找到我公司来。 月底的时候, 我辞职了。 我打算去做点喜欢的工作, 或者考研。 拿着收纳盒离开的时候, 那天陈彦正好出差, 看来没法跟他告别了。 苏静静追出来, 说请我喝最后一杯奶茶。 我看得出来, 他有话要说。 我俩捧着奶茶, 坐在商场内。 思雨姐, 我跟陈经理告白了。 我心头一跳, 对上他探究的目光。 哎呀, 你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 他拒绝我了, 告诉我你们的事情了。 我也没想到, 你们居然, 不过, 你为什么没跟陈经理复合呀? 你们人那么好, 又那么般配? 般配? 这姑娘怕是对这个词 有什么误解。 我看着对面的奢侈品店, 弯起嘴角。 如果你很喜欢一个包, 即便它很贵, 你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吧。 他点头。 但我不一样, 我不仅要考量性价比和诸多方面, 还要省吃俭用才能买下它, 而且就算我拥有了, 别人也会怀疑我买的是高仿, 因为以我的身份跟它不搭。 苏静静看着我, 沉思起来, 或许她很难理解我所说的。 可是思雨姐, 不管是人或物, 只要是你喜欢的, 拥有的时候你还是开心的呀, 所以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呢? 与其留下遗憾, 还不如趁现在好好珍惜, 别像我爸一样, 等我妈去世了才知道后悔。 她表情有些苦涩, 我愣了愣, 无奈地一笑, 可能是我把两个人的关系 想得太复杂了。 除去家庭对我的压迫, 阻止我的, 或许就是我自己。 我的自卑, 怯弱, 我回家收拾了一下房间, 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 落词可太刺激了。 我躺在沙发上, 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没钱, 被母亲训斥唠叨。 我看着跟陈燕 寥寥无几的对话框, 想起了苏静静说的, 或许我该试试。 比起失败, 直接放弃更令人遗憾。 我打算找个时间当面跟她说, 现在我要回老家一趟。 陈燕送我的好多东西, 还有我自己的务食都放在家里, 全都拿走, 那个家就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我拎着箱子下楼, 正打算叫个车去车站, 一辆车突然急刹车冲过来。 我吓了一跳, 看见陈燕沉着脸下车。 你, 你怎么来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 她瞥了一眼我的箱子。 你又要去哪? 为什么一声不吭地辞职,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就这么想躲着我吗? 她拽住我的胳膊, 力道很大, 我都来不及解释我手机静音, 疼得直拧眉。 见状, 她力道松了一分。 是不是我把你逼太紧了? 上次是我冲动了, 我不该管你那么多, 你别走好不好。 声音越来越小, 带着祈求。 我心头一软, 上前抱住她, 感受到她脊背一僵, 轻轻抚着她的肩。 我没有要走, 辞职不是因为你, 我刚刚手机静音, 没听到你的电话。 箱子是空的, 我是回老家拿东西。 晨艳情绪渐渐平稳下来, 回报我。 还有, 我不喜欢蒋琛, 她也不喜欢我, 我们就是单纯的老同事吃饭。 她盯着我的眼睛, 难以置信我解释这么多。 还有呢? 她催促着, 像是预感到了什么。 还有, 你今年的生日愿望, 可以实现。 她眼底闪着细碎的光, 激动地抱住我, 又反复问我,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 你快把我晃晕了。 为什么不早说, 害我等这么久? 她埋怨到, 又将我搂住, 亲了亲我的侧脸。 一个月前,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但是是苏静静接的, 她说你还没睡醒什么的, 我就以为你们, 陈彦仔细想了想, 揪住我的耳朵。 你想什么呢? 我可是为你守身如玉好几年, 怎么可能, 上次是我晚会喝多了, 隔日她给我送早餐, 恰好被她接到了。 我恍然大悟, 但还是忍不住野鱼, 哦, 她还是对你很好的吗? 哼, 你要是再晚点, 我说不定就一直是你前男友了。 她语气凉凉, 带着小傲娇。 骗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已经拒绝她了。 陈彦勾起嘴角, 摸了摸我的脑袋。 走吧, 送你回老家。 啊, 不用了吧? 我一脸为难, 不想我妈看到她, 要不然, 肯定是灾难。 这么怕我见你家人。 放心吧, 我就送你到附近, 不进去。 她说着, 已经帮我把箱子拎上去了。 我忐忑不安地坐上副驾时, 她凑过来帮我系安全带, 还亲了我一下。 我反应过来, 耳朵发烫。 可恶, 她什么时候这么会了? 路上这么久, 你是不是正好可以给我讲讲, 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我复合? 我就知道, 她肯定要跟我算账。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 志愿的事情, 还有之前跟她在一起时的心思。 我双手搅在一起, 活像是个回答问题的学生。 笨蛋, 没有下次了。 她伸过手抓住我的, 温度传了过来, 好温暖。 回到老家, 陈燕注定没能在附近等我。 因为孙梅在朋友家打牌, 正好看见我了。 她瞅着陈燕地穿着河车, 还以为我帮大款了。 我看见我妈, 立刻对她叮嘱, 等会你不准说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的网约车司机。 陈燕拧眉, 在我严肃的目光下, 勉强点头。 哟, 舍得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翅膀硬了想飞呢, 搞半天是找了个有钱男人。 孙梅打量着陈燕, 像是看到了一座金山一般, 双眼放光。 妈, 你瞎说什么呢? 这是我为了节约时间叫的司机, 我今天回来, 就是拿点东西的, 等会就走。 什么? 司机? 孙梅显然不信, 陈燕冲她点头, 冷淡的样子还挺像, 现在的司机都开这么好的车。 孙梅嘟囔着, 怀疑我骗她, 当然是副业了, 有钱人的世界你又不懂。 而且, 有钱人怎么会看上我呢? 我拿出箱子, 带着她往家里走。 哎, 我怎么觉得那个男的有点眼熟呢? 你个死丫头, 是不是故意骗我? 你有什么好骗的, 懒得跟你说。 之前上学的时候, 她估计见过陈燕。 我回房间收拾东西, 她又开始那套说辞, 说到底就是想让我给钱。 我没理, 打开书桌柜子最下面, 拿出许久未动的礼盒。 打开, 漂亮的珍珠发卡展现出来。 我收拾好东西, 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房间, 叹气。 你弟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你还真不打算管我们母子啊。 我告诉你, 你不打钱, 我有的是办法找到你。 我拎着箱子走出去, 任由她在身后哭闹叫喊, 说我是个没良心的死丫头。 周围的邻里走出来, 在他们的指质点点中, 我上了车。 等车开出小镇, 陈燕才开口。 你还好吗? 不好, 陈燕, 你说我是不是很不孝? 我摊在座椅上, 像是没了力气, 整个人目光呆滞。 累了就好好休息, 适当的自私并没有错,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唐思雨, 她摸了摸我的脑袋, 我看着她, 突然觉得很安心。 我拿出珍珠发卡带上, 问她, 好看吗? 好看, 以后不准再让她落灰了。 遵命。 我看着仅剩的工资, 拼拼凑凑, 也就一万多。 考研的话应该够了。 我把想法跟陈燕说了, 我要重新考回北城大学中文系, 她很支持我。 你要不要换个房子, 蔡阳好像经常过来, 会打扰你吧? 她诚恳地发问, 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虽然房间隔音, 但是这两人成天腻歪, 我吃不消这狗粮。 正好蔡阳和邹莉买菜回来, 我们四个人一起煮火锅。 她俩听说了我的想法, 眼睛瞪大。 邹莉,宝贝, 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走呢? 蔡阳, 思雨姐打算什么时候搬走? 到时候我帮你搬家吧。 陈燕, 不用, 她的事情我来就行。 蔡阳, 好啊, 那到时候我可以跟莉莉姐同居了夜。 邹莉, 滚啊, 我可没答应。 她一脸求助地看着我, 其实我还没想好呢, 要搬的话, 再找个房子也是个问题。 不是问题, 你搬去跟我住。 陈燕不容置会地说, 蔡阳拍掌欢呼。 我拽了拽她的衣角, 你觉得你就不影响我了。 我不仅不会影响你, 还会监督你学习。 看她那教导主任式的目光, 我有点梦回高中了。 最后, 我还是被迫搬去了她家。 她的理由是, 她家附近试试图书馆, 学习方便。 哎, 莫名其妙开始了同居生活。 而且, 搬去她家的当天, 我就被她按倒了。 轻易间, 她贴着耳朵问我, 跟我分手后, 你到底有几个前任? 没, 没有了, 遇见她后, 其他人再难入我眼。 没了, 她还不停追问, 怎么样, 我到底行不行? 行, 特别行。 在算账的路上, 我完全逃不掉。 之后, 我还以为跟她会一直这么羞耻, 担心会影响我的学习效率, 结果我完全是多虑了。 她让我睡主卧, 她睡次卧。 平时她也很忙, 顶多每天陪我吃晚饭。 晚上十一点, 她回来给我带了甜品。 我快吃完了, 突然发现她一直盯着我。 干嘛? 你也想吃? 我故意把最后一块塞进我嘴角, 笑得得意。 她抬手擦了擦我的嘴角, 目光优深得很。 关键是, 她越凑越近, 难道, 要像韩剧里面那样吗? 借女主的稳长食物的味道。 我紧张地捏紧手指, 眼睛都闭上了。 她突然停住, 贴见我做的卷子。 你阅读理解, 怎么错这么多? 我茫然地睁开眼睛, 暧昧的气氛戛然而止。 起来, 我帮你看看。 啊, 太晚了吧, 我就是脱离知识太久, 好多单词都不认识。 她看了一眼手表, 一本正经, 我尽量十五分钟讲完。 我将手里的叉子折断, 愤愤地听她讲解。 之后, 陈彦不仅没碰过我, 还严格要求我的学习。 她好像对第一名, 有着偏执的决心。 以她的话来说, 不考个第一名, 就是对不起她的悉心教导。 不过北城大学每年都是热门, 只有努力考高分, 才能稳定上岸。 十月份的时候, 我坐完题上床睡觉, 她突然进来。 我冲问几个你的错题, 结束了你再睡。 马克思和恩格斯 首次系统阐述 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的著作是哪个? 你确定这样我还睡得着? 考研的过程枯燥又焦虑, 即便有陈彦陪着, 我心态也崩了好几次。 但一想到过去的那些遗憾, 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考完初试之后, 我浑身都放松下来。 走出考场, 陈彦捧着一束鲜艳的红玫瑰, 在大雪中显得格外明显。 好多人都频频侧目看她, 主要还是人好看。 恭喜女朋友, 终于考完了。 我笑了笑, 冲过去扑进她怀里。 但是雪地里太滑, 我俩没站稳, 摔倒在雪里, 几片玫瑰洒落雪中, 眨眼又浪漫。 救命, 为什么要这么射死? 太杀风景了。 对, 对不起, 你疼不疼? 快起来。 我尴尬地看着她, 希望她别被我压出事了。 没想到, 你这么着急。 她淡淡地说着, 目光里带着戏谑。 我看了看周围人奇怪的目光, 羞愤地捶了她一拳, 她轻笑一声。 可恶, 我居然瞄懂。 起身拍了拍雪花, 我警觉地看了看四周, 幸好没人盯着我们了。 你脸红什么? 在想什么? 我看她那副逗我的样子, 也不知道她怎么越来越不正经了。 我在想晚上吃什么。 是吗? 她挑眉, 一副早就看透我的样子。 当然是了, 走吧走吧, 太冷了。 上车吧。 她冲我扬了扬下巴, 我连忙朝路边的奔驰走过去。 晚上, 陈彦做饭给我吃, 我帮她洗菜。 这半年来, 她厨艺进步了不少。 渐渐地, 有汤的香味从锅里传来, 再等个五分钟就可以吃饭了吧。 我问道, 一扭头, 被她抵在厨柜上。 饿了? 当然了, 这都几点了。 我也饿。 她的目光紧盯我的唇, 紧接着细密地稳落了下来。 估计是这段时间禁遇太久, 她闻我的架势像是要吃了我。 锅内的汤传来沸腾的声音, 我浑身也像是被煮熟了一般, 烫得很。 我趁着还有一丝理智, 推开它, 汤好了。 她笑了, 灼热地呼吸贴着我。 你,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赶紧吃饭。 我跟她保持距离, 立刻去盛饭, 但她的目光一直黏着我。 这人真是越来越不害臊了。 不过, 我都喜欢。 吃饭的时候, 陈燕提起过年的事情, 让我跟她一起回家。 我差点被菜噎到, 这也太快了吧。 我们才和好半年, 我以为还得稳定个几年呢。 而且, 我现在没有见她父母的准备啊。 哪里快了, 你还想耽误几个五年。 她悠悠地看着我, 依旧不瞒我之前分手。 我咬着鱿鱼, 不敢说话。 她没再追问, 我以为这是过去了。 结果深夜, 她把我关在房间里, 变向地压迫我。 跟不跟我回家? 嗯。 声音沙哑, 又特别撩人。 我哪有反抗的机会, 只能软绵绵地冲她点头。 乖。 过年的时候, 我跟着陈燕回家了。 我特地托人帮我买了一盒上好的茶叶, 带过去送礼。 看着眼前的独栋别墅, 我不禁自残行贿, 捏紧手里的礼盒。 虽然这礼物已经是我的极限, 可他们会不会瞧不上? 别怕。 她温声说着, 抬手帮我理了理头发, 带着我进去。 陈燕的母亲围着围裙出来迎接, 她保养得很好, 笑起来特别好看。 阿姨好, 你就是思雨啊, 长得真漂亮, 快进来坐吧。 她跟我想象中特别不同, 根本没有任何端架子。 陈燕父亲下楼, 冲我淡淡点头, 坐在了沙发上, 开始沁茶。 我将礼盒地上, 叔叔阿姨, 新年快乐。 陈傅礼貌地接过, 拿在手里端下, 她应该是懂茶的行家。 我不由地紧张起来, 这茶叶我找专人买的, 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一旁的陈阿姨拿出果盘, 把西瓜最甜的一块递给我。 两分钟过去了, 陈傅表情依旧很严肃。 我越来越紧张了, 从头到尾, 陈傅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陈燕捏住我的手, 冲我轻笑。 桌底下, 陈阿姨踢了陈傅一脚, 窃窃私语。 看够了没呀, 就你那老花眼, 想装到什么时候。 陈傅无奈地瞥了她一眼, 又看了看我们。 这茶叶挺贵吧? 没有没有, 就怕您喝不惯。 我笑着摆手, 陈阿姨笑咪咪地看着我, 我不自然地喝了口水。 哎呀, 我们艳艳眼光, 就是好,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一惊, 差点没被呛死。 陈燕拍了拍我的背, 无奈地叹气, 妈, 你别吓她。 什么吓不吓的, 这不是迟早的事吗? 你今年要是没带人回来, 你看我怎么折腾你。 而且, 你们不是在一起很久了吗? 还想等到什么时候? 据陈燕说, 陈阿姨自从退休之后, 成天无聊得很, 就想找点事做。 阿姨, 我们没有在一起很久, 我尴尬一笑, 也不知道陈燕是怎么跟父母交代的。 怎么会呢? 我看你很眼熟啊。 我记得, 陈阿姨想了想, 拍脑袋, 你跟燕燕是高中同学啊, 毕业的时候, 她给女同学买礼物, 被我发现还不肯承认, 难道那个人不是你? 是我。 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她耳朵尖有点红, 估计她父母不知道我们中途的坎坷吧。 陈阿姨说到信头上, 去拿陈燕的高中毕业照。 哎, 他们不知道我们分手的事情。 我推了推她, 被她揽住肩膀。 我没说, 他们以为我跟女朋友一直分分合合。 那苏静静呢? 你妈妈不是很重义她吗? 陈燕你没看我, 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妈对她好是因为她是苏家人。 原来是这样。 她捏了捏我的脸, 你脑补的还挺多呀。 陈阿姨拿来相册, 我看到了陈燕小时候的照片。 翻到高中的毕业照, 陈阿姨激动起来。 看吧, 我就知道是你, 我没记错吧? 唐思雨。 我看着她指着的人, 那时候的我流着厚厚的齐刘海, 显得有些吐气。 确实是我, 阿姨记性真好。 哈哈哈哈, 那是因为燕燕从小就不爱拍照, 她还是第一次跟女生站在一起拍照呢? 我当然记得。 第一次。 我盯着那照片, 我盯着那照片, 突然想起来那次拍毕业照, 她本来个子高, 应该站在最后一排。 她却在拍的时候, 跟我旁边的人换了位置, 微微屈膝, 假装符合身高。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 陈同学小心思还挺多。 我忍不住野鱼她, 心里跟灌了蜂蜜似的。 陈燕面色不改地喝茶, 耳朵尖却越来越红。 一顿饭吃得很愉快, 她父母很好说话, 也很热情。 真羡慕她能有这样的父母, 也正是如此, 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陈燕。 陈燕带我去她房间参观, 我看到好多关于我的东西。 我的课本, 我的照片, 我写过的信, 送的礼物, 全部都被她保存完好, 小心地收藏在玻璃橱柜里。 难怪她总说我是小没良心的。 怎么哭了? 她低头, 轻掉我的眼泪, 将我抱在怀里。 陈燕, 嗯, 我好爱你。 我埋在她的胸膛, 一阵心跳声中, 伴随胸腔振战, 她在笑, 我也爱你。 属于她的气息, 萦绕在我周身, 令人无比安心。 幸好, 她还在。 陈燕摸了摸我的头发, 目光看向阳台。 下雪了, 要不要出去玩? 好。 我准备从她的怀抱离开, 她却不松手。 急什么? 我还没报够。 等会你爸妈进来了怎么办? 你要习惯, 毕竟我们还有很多个以后。 我敏唇, 耳朵红了一片。 窗外的额毛大雪, 影响不了屋内的温馨。 番外, 我又找了个工作, 这样等成绩的过程, 就不会那么煎熬。 成绩出来的那天, 陈燕一直陪着我。 分数很高, 当时我开心地 把她扑倒在沙发上。 可是没想到复试之后, 我总分排名第二。 不过, 考上了就行。 可陈燕不答应了, 非要我复述复试的过程, 想知道那最后一点差距在哪。 最后她思来想去, 觉得肯定是我英语口语不够好, 所以才得了第二。 哼, 三好学生的偏执。 我跟了一个老教授, 特别喜欢她讲课的风趣。 即便是上学, 我也有在做兼职赚钱。 孙梅想方设法联系过我几次, 但都被我回绝了。 如果她一直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即便是我回去了, 将来还会有各种错误产生, 影响我的人生轨迹。 班里的学生很少知道我的年龄, 有人看到我从陈燕的车里下来, 还以为我找了个有钱男人傍身。 下课的时候, 有个男生拦住我, 一脸为难。 唐思雨,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可以跟学校说, 别因为一时, 毁了自己, 什么干什么。 我满脸惊恶, 我没什么困难。 我准备离开, 她拉着我, 说可以借钱给我, 让我别犯傻。 我被她逗笑了。 突然, 陈燕从身后出现, 一把推开她。 干什么呢? 她沉着脸, 一脸不高兴。 男生看见她, 欲言又直。 陈燕听了我的解释, 嘴角弯起。 同学, 你要是有空, 可以去翻翻校网。 我叫陈燕, 是十五级的本校学生, 按辈分, 你应该叫我一生学长。 这是我女朋友, 唐思雨, 以后请不要随意揣测她。 男生憋红了脸, 连忙道歉。 陈燕牵着我出了教学楼, 她穿着一身职业西装, 在人群中很是眨眼, 笑道上铺满了落叶。 你怎么到哪都能招惹小男生? 真是防不胜防。 陈燕叹气, 一副苦恼的样子。 我哪有招惹, 都是误会好不好。 对吧, 金主。 我挑眉野鱼, 被她捏了捏脸。 送你的戒指怎么不戴?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已经订婚了? 没有, 太贵重了, 我怕弄丢了。 不行, 以后必须每天戴着。 她表情严肃, 我讨好的点头。 那么大的鸽子蛋, 我还觉得戴着有点浮夸呢。 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颇有些浪漫。 幸好, 在时间长河里, 我身边的人一直是她。 聊天啊。 暗 你